欢迎收听大纪元新闻 请听大纪元记者宁海忠洛亚报道 习两会后访毛泽东母校 分析拉大旗保权位 中共党魁习近平两会后首战考察湖南 参观已雇的前中共党魁毛泽东的母校 专家指习是根深蒂固的毛主义者 现在权位不稳 他要拉毛这张大旗来雇权 习在湖南参观中外合资企业 则被认为是印证中共自己的所谓心智生产力是个笑话 习参观毛泽东母校分析拉大旗保权位 中共党媒新华社称 3月18日下午 习在湖南省长沙市先后考察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和巴斯夫山山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根据报道 习到达湖南考察的第一站是湖南第一师范学院 这是毛泽东的母校 毛泽东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求学 任教八年 官方视频显示 习在一众官员的陪同下 参观毛在学院读书时住过的宿舍 房间里只有一张床挂着文杖 凸了被褥 黑色床架上的标志牌写着毛泽东的床位 相关视频被转发到海外X上 网民纷纷讥讽 败鬼 毛摩在召唤 习近年来走毛走路线 在党内极权之势被指笔尖毛泽东 去年12月26日 世毛的明诞日 习也曾率领官员在毛泽东纪念堂 拜毛的尸体 高调吹捧毛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 3月20日对大纪元表示 毛泽东是建立中共政权的 他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摆在那里 习近平现在遇到普遍的质疑 他要靠毛这张大旗来去巩固他的权位 在中共二十大进入党魁第三任期的习近平 表面上大权在握 但目前统治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由于在三年疫情期间大搞清零封控 闹得天怒人怨 民心尽失 放开封控后 中国经济持续停滞 失业率高涨 当局却要求唱《经济光明论》 同时 习将政权安全放在经济之下 加醋外资撤离 在党内 近期习近平不得不拿下亲自提拔的李尚福 秦刚等军队和外交系统高官 他的用人也受到质疑 此外 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迟迟未开 外界认为也与中共内斗有关 冯崇义还说 习特别跑到毛的母校 也表明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毛 他是根深蒂固的毛主义者 习的现在的思想 就是六十年代当红小兵 读小学接受的那些价值观 他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人 心里非常崇拜毛 这是他的底色 他讲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这个初心和使命就是毛给他那个东西 他要回到那里去 习参观中外合资企业专家 折射新制生产力是个笑话 这次习在湖南 除了参观湖南议师 还参观了中外合资企业巴斯夫珊珊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这家企业是德国化学公司巴斯夫 和中国企业珊珊2021年共同成立 巴斯夫持股51% 中共新华社二十日发文吹捧说 习参观一笑一起 为加快发展新制生产力释放出明确信号 在3月11日结束的两会上 习当局没有提出提振经济 改善投资环境的政策 却热吵新制生产力这一新名词 但外界专家纷纷表示质疑 照中共官方的解释 新制生产力的意思是通过技术革命性突破 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 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熟悉中国经济及投资的北美投资顾问 麦日前对大纪元表示 中共的宣传很快把新制生产力上升成一场运动 根据中共对新制生产力的定义来看 完全是改变科技工业的一场革命 这连欧美联手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实力 即芯片大跃进后 另一场蛮干很快将在中国上演 新制生产力将成中共各级官员贪腐的新招牌 其结局也会是烂尾 冯崇义则对大纪元说 习在湖南参观的这家企业是钟爱合资的 折射出中共自己的所谓新制生产力就是一个笑话 因为真正的新技术 高端技术 尖端技术都不在中共那里 现在是中共那些宣传机器在吹 但是中共没办法拿出任何有分量 或者有符合实际的一个新的技术 它做不到 所以只是骗人的一些新概念 清一色习家军陪习出行 引现政权危机 据官媒发布的画面显示 陪同习到湖南的中共高层 有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 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 及国家发改委主任郑诈杰等人 这几人均是清一色的习家军 今年中共两会上 当局前所未有的宣布取消总理记者会 以及修订国务院组织法 加入了以服从党中央为最高原则 这被认为 李强主持的国务院被矮化 引发热议 冯崇义说 习近平想比肩毛泽东 但毛内时的权力安排 还要搞五湖四海 手下有各方面的人 习现在全部要用习家军 这些人都是当习的秘书 加丁出来的 这样就降低了政权对世界 对社会认知的水准 变成习了一个小圈子 出错概率就加大 会影响到政权本身 同时 很多被边缘化的人会因此不满 就加大了体制内的反习力量 有百草之王美育的人参 被视为长生不老的上等补品 在韩国出产的高利参 还有活化机体作用的多种有效成分 可增强免疫力 是疾病无法入侵 被称为万灵补品 高利参 分野参与栽培两种 由于加工方法的不同 入药用的人参 又有参晒参 白参 红参等不同的成品规格 玄宝黑参口服液 以100%韩国优质 6年高利参为原料 根据朝鲜王朝医学宝典 东医宝剑 记载的九争九铺方法 纯手工制作而成 高利人参含有34种 人参灶带成分 远高于西洋参和三七参 另外 人参灶带 RA、RF、RG3、RH2 为高利人参独有的成分 经九争九铺制作后的黑参 灶火兴致进去 一年四季 及任何体制人均可服用 解决了人们长期关注的 持高利参上火的问题 提高了有利于 人体吸收的 多种有效成分的含量 其中有免疫抗癌作用的人参 灶带RG3的含量 比红参高八倍 人体对玄宝黑参中的人参 灶带的吸收率高达80%以上 是红参的6倍多 是白参的16倍 点击视频下方的链接 输入优惠码 DJY2024 即可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这期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谢谢收听 下次再见